政治理想不能够拿来当作政策实习 否则就如我如果拿 底蕴大同篇当作政策 那不就实现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了吗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理想 但是理想拿来当作能源政策 就变成八成火力发电的 乌烟瘴气的台湾 而这个过程当中 还不断的在停电 委员长辛苦了 今天的议题真的非常严肃 因为今天谈的是303停电的专案报告 那么几年来五次大停电 的确是非常严重 既然是电的问题呢 就先让我们回归到电的基本课题 我还是一样 我先汇整了我的资料之后 再请院长您来回答 我们看一下这是上周五 我们按照燃料别的用电曲线图 最低的用电量大约在2500万千瓦 最高的用电量大约是3100万千瓦 而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夏季哦 清明节过后的用电量会开始不断的往上攀升 如果按照昨天的用电量 最佳的供电结构应该是可长时间连续运转的机载电力 核能机组燃煤机组应该要提供2500万千瓦 而清晨三载并连发电的中载电力 也就是燃气机组是支援中午过后用电高峰的600万千瓦 到了晚上9点用电离风之后再降载停止发电 而到了夏季用电最高峰期的时候总共是3100万千瓦以上的用电 我们用兼载电力也就是抽续水力气涡轮机来提供 或者是补充电力的光电还有风电来支援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上周五的用电曲线图 机载电力的核能机组燃煤机组 它才提供了1300万千瓦 距离最低的用电量的2500万千瓦 还差了1200万千瓦 所以昨天最低的用电量有一半以上 是用中载电力的燃气机组来补足的 院长你发现了没有 问题就在这里啊 中载电力的燃气机组拿来当作机载电力使用 我曾经问过台电 原本每天清晨深载发电 晚上9点降载停电发电的中载电力的燃气机组 现在拿来当作机载电力 那我们这样子长时间连续 运短发电使用这不是常常会让我们的机组 坏掉吗 而台电他非正式的向我说明 他说非核家园已经让核电机组逐渐出溢 空污严重又不能够增加燃煤机组 所以呢中载电力的燃气机组把它拿来当作机载电力使用 这是不得不的做法 但是为了解决燃气机组长时间运转它非常容易故障的问题 台电呢已经把燃气机组把它小型化了 比如一座一百万千瓦的大型燃气机组 把它化为四座五十万千瓦的中小型的燃气机组 两座上线运转发电 两座有可能的故障 有可能在维修中 美其名是分散供电 实际上却是用两份的机组发一份的电 院长这是非常劳民伤财的笨方法 但是它的确能够防止大型机组故障停电的影响 其实呢我并不怪台电使用这种劳民伤财的笨方法 因为为什么上层的能源政策不能检讨 下层的执行呢就只能够拼老命的来补破啊 来补出需要的电 我要提醒院长的是 夏天的用电高峰期马上就要来了 每天中午过后的用电的第一高峰 动辄它会接近四千万千瓦 太阳下山后的第二高峰也逼近三千七百万千瓦 而第一高峰还有光电可以补充 第二高峰如果缺了光电 台电的发电量就捉襟见走了 我也听说近几年来 已经到除一年线的老旧的火力机组都没有除一 把它保留当做什么呢 当做备源的电力 于是为了要补足太阳下山之后的光电的缺口 老旧的火力机组就火力全开 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空污泥漫 清晨醒来的时候 张空气已经吸足吸饱了 而我在这里要请问院长 我们的能源政策真的不能够检讨吗 谢谢委员用这么样的分析 确实是一种说服力 可是这个全球2050的近年碳排 也是要排除蓝美的 那这些甚至连燃气都是不希望 这世界是往这里走 因为过去我们对于地球的爱护确实不够 那现在全球是往这样走的 不是只有台湾 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做 确实有其两难困难 但是就是 谢谢院长你的回答 我记得两年前我曾经在这边咨询您 砍百万棵树重电这算绿电吗 当时我就曾经建议院长 我们的能源政策 我们的产业政策 我们的环保政策 应该要来合并思考检讨 否则那就会出现了 为了绿能光电要砍百万棵树 这样荒荡的计划 现在为了非核减煤 我们把中载电力的燃气机组 拿来当作机载电力使用 这些非理性的措施 其实才是真正导致各种奇怪的停电断电的状况 而我们部长几年一直来告诉我们说 不缺电 可是我们看一下在台美国商会的报告 两年都说台湾会缺电 部长你告诉我们说不缺电 但是我们工业笼统的公总理事长王文渊他讲 跟政府说会缺电 说了也没用 他干脆辞了理事长他就不干了 而部长你又告诉我们不缺电 可是看一下台北市有21处的大型开发计划 已经发建造了 但是他却被限电 这严重影响了都市的建设 而部长你又再告诉我们不缺电 而我们停电救援用的工业用的柴油发电机 卖到缺货了 院长您刚刚说 能源政策要跟着全世界走 我现在告诉您其他国家的变化 世界是一直在变化的 先进国家的能源政策 也一直在滚动式的检讨修正 为因应净零碳排 我们看欧盟 欧盟他准备把核电列为绿电 为了因应天然气的价格高涨 以历史 他原定2025年要除异的两座核能电厂 也就是七个核子反应炉 他的延翼运转到2035年 我们再来看芬兰 芬兰他将启用新的核能机组 英国他将增建核能电厂 而我们最喜欢比较的我们的邻居 日本 311福岛核灾之后 他停止用核电 他改用了天然气发电 但是三年之后 因为用不起非常昂贵的天然气 日本现在又重启核电了 院长 我真的语重心长的要说 台湾如今有非常多的问题的根源 其实都在政府的政策 缺电 政府用电价动涨 轮流停电 或者是乘处基层的方式来卸责 我认为政策如果走错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头 重新来画一套路径图 而不是政府一直告诉人民说不缺电 可是人民却在缺电当中 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院长 我讲了很多其他先进国家的例子了 难道我们不能够检讨我们的能源政策 产业政策 环保政策吗 谢谢委员 确实这是思考的一个方向 委员这样讲 不过委员里面所在在强调核电 最痛苦的就是那个核费料 尤其过去把人家弄到我们原住民乡亲的 南宇区 一直被抗议 那现在无处可去 这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院长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些核费料 把它压缩成很小 而且呢也能够放在核市场 好了院长我认为啦 政治理想不能够拿来当作政策实行 否则就如我如果拿 你运大同篇当作政策 那不就实现大道 知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了吗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理想 但是理想拿来当作能源政策 就变成八成火力发电的乌烟瘴气的台湾 而这个过程当中还不断的在停电 所以理想是不可以当政策 就好像理想不能够当饭吃一样那么简单 非核家园当然依然是民进党你的理想 但是能源政策应不断的检讨调整 然后这才能够符合到整体社会的期待 我刚刚提到了那么多先进国家了 所以院长你现在给你一点时间 能不能好好的再思考 我们不要再继续停电断电 所以我们花几年的时间 把我们的能源政策 把我们的产业政策 把我们的环保政策 好好的再重新检讨一遍 这应该的随时要检讨 也不能有时候确实技术有进步 比如如果有新的除能等等 这都是也应该要随时 我今天非常高兴听到苏院长 你能够在这边跟我们的大家谈 以前错误的政策 我们马上修改 跟人民道歉就好 我觉得这是有担当的政府 我也佩服您 希望院长你能够把今天我们的质询 回去让蔡总统知道 不要再坚持他的理想跟理念了 最后的院长我要花一点时间 在这边表达出我的抗议 今年来本席向台电调资料 出现了一些状况 他不只是拖延时间 而且他提供我的资料 也是答非所问 就如刚刚前面的林维州委员讲的 不回公文 经过本席私下的了解 从去年两次大停电之后 经济部 我不知道是不是王部长你下令的 你下令台电 只要是立委调阅的资料 要先送到经济部核准之后 才能够提供给立委 院长 如果连我们立法委员 调阅资料都要被管制 是怎么能够代表民意 我们来监督政府呢 所以在这里我要对这样的行为 表达我的严正的抗议 希望院长你能告诉旁边的王部长 请他不要再下这种命令 我们是有义务 调阅任何一个资料 好吗 应该部长不是这样全面封杀 他是个人注重 或怎么样 是不是部长要给你报告 第一个我没有什么下令 那第二个就应该提供 也公开可以提供的部分 台电去提供 那或许委员要的一些资料 是属于内部的文件的部分 所以台电有所保留 我想能够提供的部分 台电应该都会尽量提供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这个王部长 我们在委员会里面 我们也交手好几次了 有好多事情 你也告诉我们是机密 反正现在只要是不能够提供的 你们都说是商业机密 我想本席也很了解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请院长 能够告诉我们的经济部长 请他以后我们要台电的资料 请他快速给我们 好吗 谢谢